好 相关的话题呢 我们马上来连线 本台特约评论员杨夕宇先生 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 杨夕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我们看到日本方面说呢 可能会出口像配备自动炮和侦察车 和扫雷船这样的杀伤性防卫装备 那您如何来看待日本政府 放出这种丰盛的原因 另外如果这一类型的武器实现了出口 又是否意味着日本在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问题上 有了很大的突破呢 首先呢 那日本政府现在是在为自己改变三原则 在进行造势 就是说呢 在为自己出口杀伤性的致命性器呢 在造舆论 在试试 重点不在于搭载的平台 日本政府解释说 什么侦察车要扫雷紧 这个不是非 这叫非战斗装备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杀伤性武器 现在三原则里面有个非常明确的规定 并不是没有规定 就是杀伤性武器不能出口 这是非常明确的 日本政府说 没有明文规定 搭载在什么 我们都知道 现在技术条件下 那么战斗性和非战斗性的装备呢 它的机型越来越模糊 比如说一个无人机 它可以是侦察无人机 但是搭载上了炸药和导弹 那就成了这个就所谓查打议题 同样道理呢 日本政府说侦察车是非战斗装备 但是如果搭载上了致命性武器 那它就等于成了一个多功能的战斗平台 因此呢 这个借口本身呢 就是一个造势 如果这种造势付诸实施 那就意味着日本政府 在以切香肠的方式呢 在颠覆武器出口三原则的禁令 表面看呢 日本政府并没有公开宣布 放弃武器出口三原则 说依然坚持 但是它正在通过所谓非战斗装备 这个平台搭载致命性武器呢 来改变不能出口致命性武器 这样一个原则 这样的一个切香肠方式 不仅在出口三原则上 实际在整个的日本专属王位政策 大到战略 小到技术装备 日本政府都在切香肠的方式呢 在改变70多年来 日本已经在走的这个和平主义路线 如果这个趋势延续下去 我们将看到一个全新的日本 一个具有工房兼备 一个实行了新的这个外交安全 和进行国防政策的一个新的日本 好的 感谢杨先生 和我们分享观点 谢谢